前衛福部长陈时中去年竞选台北市长施力后 月初接任小英之友会荣誉总会长 上午则是回归牙医身份宣导结牙活动 更当众示范要怎么使用牙刷跟牙线 但被问到是否会继续的投入选战 陈时中强调未来很难说 但希望有服务的机会 更说自己从来没离开过政坛 不过他会后收房的时候一度口误 说自己曾当过市长 亲自示范牙刷正确使用方式 陈时中付出荧光幕前 这回身份却是陈医师 疫情期间这个手要伸到嘴巴里面去 大家就觉得害怕 不要因为就是说手不干净 所以不解药 宛如疫情指挥官又上升 但从卫福部陈部长速度转换角色 陈时中没达标的陈市长 把牙医师的社会责任做好 至于我当市长 市长当副署长或当部长的时候 口误中似乎表明心机 但对手蒋万安当选台北市长后 支持度却在六度垫底 蒋市长他没有真正的行政经验 所以上来不免 有一些就稍微大家觉得好像缓慢 不过我还是认为 应该给蒋市长一些时间 好像也没有真的离开了 那就很难说 好像我们也不强求 但是我们希望有服务的机会 未来是否再度参选 陈时中留下暧昧空间 但竞选市长时获得民进党内阴系立体 但党主席赖清德力推排黑条款 却遭外界解读 剑指部分阴系党员 不想过度的解读 民进党里面被指作黑道的 大家都只是用一个形容词 在讲这件事情 赖清德主席已经昭示了清楚的一些相关的规范 我们大家都会遵守 不管政治议题或结押专业 陈时中都能侃侃而谈 从没离开过政坛的阿中部长 下一步依旧引发关注 接着我向张云杰谈不到